大家好 这两天长城汽车举报比亚迪的事件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同时更让人抬起眼镜的是 举报方长城汽车的股价下得比比亚迪还厉害 5月25日长城汽车下跌的是6.172 而比亚迪是2.41 此时更是引起了新的一轮热议 当然了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对汽车排放达不达标大多是不太关心的 因为这并不影响汽车的使用和安全 而且大家也拉不清 说厂家所说的普通油箱跟高压油箱具体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敏感的事情 这些国家相关的部门都没有查出 或是没有制止 那这可能就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现在车企双方 先出来熄灭对方的灯 封死对手的路 让人感觉总有点不对劲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 此事未必需要国家相关部委 或者说法律部门解决 而是商会协会出面协调下就可以了 可以达成一个行业公认的标准 这样的话大家在制作成本上就处于同一起保险了 而不能因为个别知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降低配置 而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但是在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 很多老板其实都不太在乎商会协会所发挥的作用 即便是有些企业加入了商会协会 但是一旦经济形势下行 他们便会欠缴商会协会的会费 所以说现在很多地方的商会协会都处于很低迷的状态 因为经费不足 所以说他们很难为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多数就是光靠政府部门 做一些像论坛或者座谈会等等物须的事情 而除了一些制定行业标准 处理行业纠纷这些大事情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说我希望此世界能增强商体们对于商会协会的重视程度 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能真的舍得把自己的利润拿出来给这些商会协会 让他们为自己行业的健康发展 做出政府跟相关部门难以做到或者说无法做到的事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眼看着事情的内部互相残伤 却迟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